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转内容有 圣马雕灾难恢复中心向受风暴影响居民提供援助 湾区公共交通将面临赤字危机 五角大楼说 中国间谍气球是更大规模监视计划的一部分 监管机构表示 至少有1910亿疫情失业救济金被不当支付 美军击落气球后 中国防长魏凤和拒绝了美国防长奥斯汀 随即发出的通话请求 神州15号航天员乘组将择机执行第一次出舱活动 土耳其叙利亚强阵超过101200人遇难 救援人员仍在寻找幸存者 受强阵影响 土耳其股市停市五天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陈永钦2月8号就金山报道 灾难恢复中心将于2月9号星期四在圣马雕开放 以帮助受近期风暴影响的居民了解当地州和联邦机构可提供的援助 根据服务需求 该中心最多可延长开放一周 最新详情可查阅来自县的电子邮件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更新 来自县州紧急服务办公室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代表 将提供一站式服务 如果你因为新年风暴而遭受损害或损失 现在可以申请FEMA灾难援助 灾难援助可能包括救助金 以帮助支付临时住房和基本房屋维修费用 以及其他与灾难相关的严重需求 申请截止日期为2023年3月16号 本台记者陈永钦2月8号就金山报道 湾区公共交通的财务未来可能会受到威胁 旧金山市交通局警告说 当联邦大流行资金用完时 可能会在几年内面临数亿美元的赤字 据旧金山记事报报道 如果没有找到其他新的收入来源 旧金山交通局表示 MUNI预计三年后将出现214美元的预算赤字 这可能意味着大幅减少服务并削减约四分之一的MUNI服务 大都会交通委员会在8号周三上午 召集捷运MUNI和其他机构的代表 讨论公共交通面临的财务危机以及应对措施 继续了解美国新闻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周三表示 美国情报界发现 上周六在南卡州海岸被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 与北京正在实施的一项更大规模的监视计划有关 据莱德介绍 美国国防部还知道 至少四个气球曾飞越美国领土 他说这是一个已经运行了几年的程序 在某些情况下 一些气球此前并没有得到识别 但随后的分析以及情报 让我们确信这些气球来自中国 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周三 就中国监视气球发表评论 他在于北约最高官员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表示 拜登政府已经与盟友和国会 分享了情报界所发现的内容 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 美国不是这个更为广泛计划的唯一目标 该计划侵犯了五大洲国家的主权 周三 众议院以227票对201票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一项取消要求外国航空旅客 在抵达美国前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法案 七名民主党人与所有共和党人 对该法案提出了投出了支持票 去年六月拜登政府已经取消了国际旅客 在前往美国前必须提供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的要求 但CDC的疫苗接种证明仍然得到了保留 美国旅游协会对众议院当天的这项表决表示了赞赏 周三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联邦失业金遭欺诈问题举行听证会 根据劳工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最新估计 至少有1910亿疫情失业救济金可能被不当支付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欺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比该机构去年估计的1630亿高出了近300亿 根据劳工部的数据显示 从2020年3月到2021年9月 联邦和各州共支付了超过8880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但到目前为止 不同监管部门对于疫情大流行期间 失业救助计划的欺诈问题评估 存在很大差异 而根据监管机构的估计显示 拜登政府以及国会很明显对此一无所知 迪士尼公司周三宣布将裁员7000人 分析人士称 这是该公司CEO罗伯特·艾格宣布的重大转型计划的一部分 以促使这家娱乐巨头实现将经营成本降低55亿元的目标 与此同时 在与Netflix HBO和其他公司的激烈竞争中 迪士尼也有些吃紧 目前正努力吸引新订户 使用其流媒体服务迪斯尼家 同时确保吸引成本不会过高 从最新业绩来看 迪士尼主题公园的稳健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视频流媒体和电影业务不温不活的表现 微软公司刚刚推出的新版Bing搜索引擎 目前已处于小范围适用阶段 新版Bing由ChatGPT制造商OpenAI负责其人工智能提升 经测试 用户不但可用新版Bing来聊天 从而进行搜索 而且搜索结果也比传统的蓝色链接搜索结果更有帮助 用户表示 与ChatGPT相比 新版Bing提供的信息比期待中更多更广也更有趣 目前微软尚未对所有人开放新版Bing 人们可以加入等候名单 不过需要安装适用于MacOS或Windows的Edge浏览器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萧芳 下面关注中国新闻 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拜登国情咨文中的涉华言论进行提问 毛宁表示 中方一向认为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 你心我衰的零和博弈 中美各自取得成功 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宽广的地球完全融得下中美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中方不回避也不惧怕竞争 但我们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 打着竞争的旗号对一国进行污蔑抹黑 限制别国的正当发展权力 甚至不惜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所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 7号说 在美军上周六击落中国气球后 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 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随即发出的通话请求 莱德说 我们相信美中两国之间保持通畅的沟通渠道很重要 以便负责任的管理双方关系 但遗憾的是中国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8号表示 神州15号航天员乘组将择机执行第一次出舱活动 神州15号航天员乘组已载轨工作生活70天 先后完成与神州14号航天员乘组载轨换 科学实验机柜解锁与测试 应用载核货物出舱 空间站及载人飞船设备巡检 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 也开展载轨医学检查 失重防护锻炼 及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 现在神州15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即将进行即将首次漫步太空 当地时间8日晚上 中国南航CZ8021航班 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起飞 搭载着中国社会救援力量蓝天救援队 127名队员和3900公斤的救援物资 直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紧急迟远地震灾区 蓝天救援队是中国民间专业独立的 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 成立于2007年 任务包括参与各种灾害事故救援行动 减少灾害和事故造成的财产和生命损失 经过多年发展于实际救援 已经成为一个涵盖生命救援 人道救助 灾害预防 应急反应能力提升 灾后恢复和减灾等领域的专业化 国际化的人道救援机构 曾参与汶川 玉树 亚安 甘肃 云南等地 以及菲律宾 缅甸 尼泊尔 斯里兰卡等救援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的 由保安局 消防处 入境处和卫生署人员 组成的搜救队 8号搭机前往土耳其 协助地震灾场的搜救工作 据了解搜救队约有60人 其中消防处派出约50人参与 将带同坍塌搜救工具 生命探测器 混凝土切割工具等赶赴现场 其余人员包括医生 护士 及保安局人员已做支持 中国研究人员7号发表的研究显示 中国去年底结束动态清零政策之后 数周北京没有出现新冠病毒 新变异株 去年12月中国突然取消 严格封控措施后导致疫情爆发 十几个国家旋即对从中国出发的旅客 实施入境的新限制措施 认为中国疫情规模的透明度不够 这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 不过中国研究人员分析 去年11月14号到12月20号间 进行病毒基因定序的413个来自北京的样本 在上述新研究中指出 这段期间没有新变异株出现的证据 不过同行却认为 这项研究的时间恐怕太短 不足以发现新的变异株 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 一块玻璃幕墙破裂 消息说初步估计 相信是有物体从法院外涉入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8号发表声明 对事件深表关注 强烈谴责任何企图破坏或干扰司法机构 妥善执行司法程序的暴力行为 林定国说香港是法治社会 绝不容忍任何人暴力攻击 或威胁法院和司法人员 特区政府必定追究到底 将破坏社会秩序 冲击法治的违法者绳之于法 有信心司法程序继续妥善执行 不受影响 京东集团8号表示 未来会不断结合ChatGPT的方法和技术 融入到产品服务 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落地 集团副总裁何晓东表示 京东在ChatGPT领域拥有丰富的场景和高质量的数据 例如京东云延西 每日和用户进行1000万次交互 令算法能够及时更新 他说 相较于传统聊天机械人 京东的场景更加垂直 必须解决用户的问题 更加聚焦于任务型多轮对话 考虑的是对话的精准度 客户的满意度 满足成本体验价格产品服务等要素的要求 阿里巴巴8号表示 正在研发类似ChatGPT的对话机械人 目前正处于内测阶段 发言人表示 自2017年阿里达摩院成立以来 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创新 一直是公司关注的领域 公司作为技术领导者 将继续投资通过云服务 把前沿创新转化为 为客户及其终端用户提供增值的应用 阿里巴巴美股在开市前交易 一度升至4% 较早时升3% 近期聊天机械人ChatGPT 收到市场关注 中国内地搜索引擎公司 百度以及360也计划推出类似产品 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受强烈地震重创的土耳其及叙利亚 8日已有超过11,200人死亡 随着黄金救援时间的流逝 救援人员仍在瓦砾堆中寻找可能的生还者 在灾区视察的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说 当地遇难人数已超过8,500人 他承认政府在镇后的初步反应存在一些问题 涉及道路及机场 但救援行动目前已恢复正常 他在镇中附近的受灾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 接受传媒访问时说 民众应该更相信官方公布的信息 不要理会挑拨的人 强调目前是需要团结的时候 新闻报道说 在灾区埋怨官员救灾反应缓慢的声音越来越大 有民众说 在瓦砾寻找失踪家人时得不到任何帮助 另外 由于道路受损 救援队伍难以抵达农村地区 有无家可归的灾民说 虽然在地震中幸存 但现在饥寒交迫 生命受到威胁 土耳其红星月会负责人为搜救行动辩护 形容救援人员已经无处不在 叙利亚在较早前公布 当地已有超过2500人遇难 叙利亚6日与邻国土耳其同遭强阵袭击 两城惨重伤亡损害后 8日正式向欧盟请求协助 欧盟主管危机管理事务的执行委员 雷纳希克在8日宣布 叙利亚求援消息时表示 欧盟执委会正在鼓励 欧盟成员国回应叙利亚 对医疗补给与粮食的援助请求 雷纳希克说 欧盟也将密切监督任何提供给叙利亚的援助 将如何运用 以确保不会遭到受制裁的叙利亚政府挪用 土耳其靠近叙利亚边界地带6号 遭到规模7.8的强阵袭击后 欧盟迅速派遣救援团队前往土耳其 但对于叙利亚 欧盟起初只透过现有人道计划提供很少协助 因为欧盟为了制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最后演变成为内战 而自2011年开始对阿萨德政府施加制裁 但欧盟也说 对于叙利亚政府要求协助振灾敞开大门 如今鉴于大马士革当局已通过欧盟的平民保护机制请求协助 雷纳希克表示 欧盟执委会要求成员国正面回应这项请求 平民保护机制的参与国除了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 还包括挪威与土耳其等8个邻近国家 土耳其股市停市5日并取消周三执行的所有交易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公告显示 土耳其股票期货和期权合约于8号暂停交易 将于本月15号恢复 这是该交易所24年来首次发生这种情况 交易所也以成交量低为由 取消当日上午已执行的交易 在两次灾难性地震发生后 土耳其股市急跌 伊斯坦布尔交易所100指数市值蒸发350亿美元 市将创下2008年金融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单一新起表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展开英国访问行程 在西斯敏斯特厅向国会议员发表言说 在场数百名议员及其他同僚向他报以热烈掌声 泽伦斯基说自己是代表英勇的乌克兰战士 以及在战壕中顽抗敌人导弹的战争英雄发言 感谢英国政府提供装备并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 泽伦斯基较早时乘坐军方运输机抵达伦敦北部一个机场 与在场迎接的英国首相苏纳克拥抱 泽伦斯基这次突访伦敦 是俄乌战事爆发近一年来 首次访问英国 行程也包括稍后于英王查尔斯三世会面 德国总理舒尔茨8号在国会演说中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近一年 莫斯科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舒尔茨称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 并强调德国不会参与援污竞赛 他又说德国2022年已提供乌克兰120亿欧元援助 并将在2023年继续持援 韩联社8号引述南韩军方消息 朝鲜当天晚上在平壤市中心的金日城广场 举行庆祝活动 随后举行大型阅兵仪式 纪念人民军成立75周年 报道说暂时未知金正恩是否出席了阅兵 但考虑到自金正恩执政以来 朝鲜共举行12次阅兵 他参加了11次 估计他这次出席的可能性较大 报道说阅兵仪式共有2万2千多人参与 规模创历来之最 或会展出之前未曾公开或试射的新型武器 而近日在朝鲜美林机场进行的排练 发现疑似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火星17型的装备 估计这次阅兵可能有大批战略武器亮相 美国军事专家早前预测 各可携带核弹头的超大型火箭炮 隐形无人机等武器 可能会在这次阅兵全数登场 英国皇家邮政8号公布了首款 印有去年9月登基成为英国国王 查尔斯三世肖像的邮票 8号公布的查尔斯三世邮票 是英国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之后 所进行的最新改版作业之一 新邮票有查尔斯三世头像 以及邮票的面值将于4月4号起全面开卖 这款极简朴素 没有王冠或任何装饰的邮票 先获得查尔斯三世本人的批准 与出现在新硬币的官方肖像是相同的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故事行情 标普500下跌46.14点 跌幅1.11% 报收4117.86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07.68点 跌幅0.61% 报收33949.0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03.27点 跌幅1.68% 报收11910.52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